三重地震都会定期和一文创作者合作 举办不同的主题展览 这次他们邀请到了画家 陈伯安老师举办说话画展 有水彩蕴染和层层叠叠的油画 相当的漂亮 展出到6月28号为止 也邀请民众恰功时驻诸欣赏 青葱翠绿的山野 还有灵动的小路 到三重地震办理事务的时候 还有许多美丽的画作可以欣赏 三重地震事务所固定 都会跟在地的艺术家 或者是学校团体合作 利用我们办公室的空间 然后展出艺术家 或者是学生们的作品 然后希望能够利用这样的活动 能够活化办公室的整个办公的氛围 也希望来恰功的民众 他们可以放下日常防茫的脚步 静下来欣赏一下画作 沉溺一下心灵 这次的画作邀请了画家 陈伯安老师举办说话画展 画作将仰望的眼神 生动地展露 绿与蓝的交叠 呈现出美丽璀璨的星空 剑起的烂花和海鸟 描绘海上的风景 陈伯安老师用细腻的笔触 勾勒朴实及动人的瞬间 画家陈伯安先生在业界非常有名 他的画作也常常得奖 他画作的特色是颜色非常的丰富 而且作画的主题内容相当的多元 这一次展出了名称叫做说画 希望各位对艺术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来生动地震走一走 看看画家在画里面 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这次共有21幅画作 包含水彩蕴染 和层层叠叠后石油画 也欢迎民众掐工时驻足欣赏 放松忙碌的步调 记者沈志勇林家珍三重采访报道